你真是老公活電 為什麼呀? 太亮了 我說你真是老婆擔傘 什麼我也知道 真可憐 阿婆開得煩了 有這種 你真是風太教主種 什麼意思呀? 一種靜靜的 那扁擔挑遊下句又是什麼呢? 兩頭掛著的 在廣府地區有很多地道的血頭語 我覺得如果要學粵語的話 一定要先學這些棧鬼的血頭語 譬如說廣東涼茶 包好的 豬肉浸醋呢? 嗯…肉酸 肉酸有三個意思 第一個是指肉麻 只是北方人說肉麻 我們說肉酸 而第二個色義是指好難看 譬如說這個人生得好肉酸 第三個是恆養的意思 譬如說 沒有啦…肉酸 阿婆臨時說要考大家一個謎語 冬天見面 夏天又消風 是什麼來的呢? 阿婆今天不去逛街了嗎? 不去了 夜香姑娘 什麼意思呀? 的子入的子出 夜香姑娘是賭夜香的嘛 她將夜香的來又的去 的入又的出 其實的士來的士去 其實就是形容很多車的意思 你看看這個人對自己人都這麼壞 是啊 三百萬長小花 什麼意思呀? 黑薄的啦 那是有什麼 芋頭點糖 就是深淡 芋頭點砂糖只是表面有味道 裡面是沒有味的 所以就是深淡 如果形容一個弟弟不聽教不聽話的話 媽媽就會說她 正是出爐鐵 聽打 這個聽字就是等 剛出爐鐵是要打的嘛 聽打就是等著捱打的意思 阿婆你看她又賣隔夜菜了 是啊 然後開灘 為什麼 鬼買了 你看她 飛機運茶壺 真的高載拼 平和平也是同音 茶壺就好像一個平 高水平就是高水平 如果形容危險 就可以說切菜刀剃頭 嘩 牙煙 嘩 粵語的牙煙就是危險的意思 你看她不得戳得多久 在學仔 什麼意思呀 不戳得多久 水殼如果在水上面 是不會漂浮得多久 不戳得多久 即是說不威得多久 平時我們說經常出來戳 即是經常出來威 阿婆 老爸打兒子下句是什麼 向根見看 兒子打老爸下句又是什麼 如果媽媽打兒子下句是什麼 天經地義 如果形容一個人有本事 但英雄無用武之地 就可以說查到餃子 有你也做不出 喂喂喂 你得來嗎 行啦 細老哥剃頭 英雄AZ 就快就快 如果形容沒有把握 又可以怎麼說呢 這樣就說 斷變錯頭 什麼意思呀 沒有爭吶 這個細老哥 小小就這麼壞 真是黃綠醫生龍胸 為甚麼呀 未大才壞 阿婆我走了 你真是服包加滿了你 什麼意思呀 錯字擲耕 隨時擲耕 隨時擲耕即是隨時走人 阿婆你九十幾歲都還會穿針這麼厲害 為什麼呢 教一下我 行呀 你真是細老哥學游泳 什麼人要知道 一美港淺 事關細老哥學游泳 都是在淺水區 一美港淺 即是諧音一美港淺 所以阿婆我說你真是公用電話 為什麼 有錢有得談 沒有錢無得談 流環雪舊鎮市不是每個人都有手提電話 通常是以路邊的公用電話為主 一般都是插卡或者是投幣 所以有錢就有得談 沒有錢就自然無得談 無得談電話 後來這句善後語 亦都可以用來形容一些很現實的人 有錢就有得商量 沒有錢就免談 串浸 給著我閉上眼都穿得入 你真是吊戰下面聊天 什麼意思呀 講風涼馬 如果形容一些 有錢就在那裡巴巴巴巴巴的人 又可以怎樣說他 他江牙賀爆 什麼意思呀 有兩個錢就當當響 如果形容一些 只是靠運氣的 這麼巧不巧 靠好彩的 又怎樣說呢 那就是說他猛貓捉老鼠 什麼意思呀 靠狀 我又問你 石拉米下一句是什麼 不知道 給雞刀 為什麼 石拉米是很難可以拿得到的 要隻雞的嘴又長又尖 才可以刀得到 米是糧食 亦都是錢 而雞在廣佛話裡面 是暗語品行不端的女性 又或者是那些傘仔 石拉米給雞刀就一語相關 是形容不是有些男人 是專門喜歡向那些品行不端的女人 洗錢 或者專門向那些傘仔花錢 洗錢在他們身上 向他們討好的男人 那你身邊有沒有這種朋友呢 那屎坑竹之下 又是什麼呢 又臭又壓榨 廣佛人說的壓榨 即是說很佔地方 很妨礙地方 佔空間 其實壓榨的正寫就是壓叉 你試想一下 一支壓叉 在這裏叉出來 是多餘的 壓壓榨榨 即是壓壓叉叉 是很阻礙地方 所以就是壓榨 阿朴你真是油炸石春 甚麼用來知道 即是說你不化 廣佛人說的不化 其實就是食股不化 是形容不肯接受新鮮事物的人 這些人真是石灰旋火觸 甚麼用來知道 沒有得救 石灰旋火觸越燒越旺 就是沒有得救 無可救藥 那如果形容誇誇奇譚 只說又不做的人 就可以說他 德彭牙和德彭牙口的意思是一样的 阿婆 你在这里年三十晚看日历 是啊 过时了 尤其这些东西好像勇气灯泡 为什么呢?又着又着 旧阵市顺德勇气的小家电是很轻旺的 但质量就一般了 有时好又有时坏 买的灯泡有时着有时又不着 所以这句说话就延伸到看待一件事情 有好的一面亦有不好的一面 凡是两面看 九曲桥三步下一句是什么呢? 横花炉 裁讽老独身呢? 有分寸 半桶水下一句是什么? 有料有人热 眉毛挂猪胆下一句是什么呢? 好在眼前 即是说面临苦楚的生活 那12个人分一份烟下一句是什么呢? 没有人透的 那水浸江雅抱下一句是什么呢? 盆满盆满 这句说话又为什么呢? 盆满盆满不单止粤语又普通话都有 是形容赚得很多钱盆和撥都装满了钱 其实这句话原本是形容要用权势才可以得到这些钱 这些钱是来之不易的 不过现在有时候祝福别人都可以说 哎呀祝你盆满盆满 即是形容收入越来越丰厚 那过后梅饮秋后线下一句又是什么呢? 不等洗 不等洗 其实就是说不中用的了 没有用的了 冬天吃雪条下一句又是什么呢? 难开口 即是有口难开 那铜板切豆腐下一句又是什么呢? 哎呀两面肯 那弄嘴吹喇叭下一句又是什么呢? 那斜气的 那这个斜其实就是弄斜 那黄牛落水下一句又是什么呢? 嗯各顾各的 鸡鸡鸡鸡鸡鸡鸡 那如果想表达天注定的就可以说 酒楼勵汤 整顿的 那如果想表达分量越勵越少 就可以说生晒豪士 愈晒愈粟 粟就是粟水的意思 粟水可以形容各种各样的事物 粟减了 不知道大家在生活上 还有没有讲这些地道 赞鬼的血头语呢? 你又听不听得明白呢? 你家乡如果有地道赞鬼的血头语 欢迎底下刘的言 到最后阿婆说要考考你了 此坑关刀一句是这样 知话刘的言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